9月8号晚发生在上海闽航区莲花南路银都路 易买德超市底楼的金士品抢劫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 于今天下午被押戒回户 破案民警首次披露了整个破案过程 下午2点10分 三名嫌犯被从贵阳押戒到上海虹桥机场 在特警的押送下送往看守所 9月8号晚 上海闽航区的一个易买德超市出现了三个不速之客 他们头戴帽子和面罩 身着迷彩服 手持榔头 悄悄从超市后门进入 快速接近金士品柜台 他们抢夺了项链 戒指等黄金手势后 还投掷了自制烟雾弹 随后迅速从后门逃遁 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接到报警后 上海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 赶往现场展开侦查取证 抢到老百姓的恐慌度肯定是有的 所以在破案的时候 肯定是压力是很大的 从监控录像来看 三名嫌疑人分工明确 行动快速一致 就连逃跑路线和交通工具 也十分隐蔽 对象骑自行车 确实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确实没有马上离开我们 案发的周围 他待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再离开 这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不过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发现 犯罪分子看似周密的计划中 还是在不少细节中露出了破绽 三人逃跑经过的小树林里 找到了一只蒙面头套 都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其中的痕迹物证 与去年7月发生在贵州洗水县的一起 至今未迫的出租车抢劫案有关联 顺藤摸瓜 警方最终在重庆骑江 发现了42岁的嫌犯张某 当对象意识到我们已经找到他的时候 他也知道 没路到了 根据张某的线索 警方在重庆和尊义 先后将另外两名嫌犯抓获 并追回了部分被劫脏物 据三人交代 事发当晚他们仓皇逃离上海 分头回到贵州和重庆的老家 连日来一直惶惶不安 其中两人曾有作案前科 警方卫视记者李寅涛 冷尾上海报道